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家长被称为放闪家长 在开心share 背后的危机 家长们又能否意识得到呢? 放闪家长这个字 源自美国密歇根大学一间医院 进行调查时创造 可见全球多地都有出现放闪容易的现象 放闪家长总有一个在身边 他们经常将自己小朋友的相片 分享给亲朋室友 甚至陌生人 当然故中的原因各有不同 但大多数都不外乎分享、炫耀、晒幸福等等 特别是自己子女参与活动 或得到奖励时 家长都希望得到亲友的祝福和like 以得到满满的成就感 北京青年报评论文章指 放闪行为属于家庭的问题 是小朋友父母是否愿意 以及如何展示家庭私生活的问题 不过如果从未成年人角度来看 便会发现背后的问题 没有想像中那么简单 放闪家长首先要面对的是家庭安全问题 有不少家长分享小朋友图片时 有意无意之间泄露了个人私隐 例如是小朋友的名字 学校、班级 甚至乎是住宅、地址等资料 如果有不法之徒 将这些资料整合 便会带来安全隐患 另外过度放闪会为子女带来麻烦和困扰 有媒体曾报道 有未成年人曾经因为家长 未经子女同意分享他的相 结果被同学看到 导致自己在学校被同学嘲笑 甚至遭受到校园欺凌 有专家建议 在子女已经懂事可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 家长在放闪前 不妨先征求子女的意见 以尊重他们的意愿